自从我脸上长了痘痘之后 我就一直是分困扰这个问题 我选择开设我的YouTube个人频道 也是想分享给和我有同样问题的朋友们 让他们知道哪些产品对我的痘痘有效 哪些则是没有效果的 这些是两三年前我拍的照片 当时的痘痘十分严重 是我生活当中最黑暗的时刻 直到最近我的肌肤有了明显的好转 这是我几个月前拍的照片 是我在使用了微针疗法 配上维他命C精华液后 我的痘疤和痘印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和改善 今天我把这个产品介绍给大家 并教给你们如何去使用微针滚轮疗法 我今天非常高兴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一组微针滚轮套装 大家知道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的YouTube 个人频道里推荐各种产品 而且现在市场上许多产品包装的天花乱坠 像是说可以立马改善痘疤痘印 实际上这些产品对改善肌肤的作用呢 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所以呢我只会根据自己的体验 把真正有效果的东西推荐给大家 当我接触到微针滚轮 并发现这个疗法十分有效时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皮肤 我现在没有打任何灯光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之前我的照片和视频 完全是180度大转变 在这之前我曾经向大家介绍过微针滚轮这个疗法 许多人都很感兴趣 而且我这边也收到了许多粉丝的问题 关于市面上的产品 关于如何使用它 关于什么样的型号的微针滚轮等等等等 我之前无法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买过这一类的产品 我也不是生产商 我很想帮助大家改善肌肤问题 消除痘疤痘印 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个产品 我就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被对这些产品不时十分了解 因此呢 我找到了一位美容整形医师和护肤品生产商 并和他们合作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品牌 这个品牌叫Banish Acne Scars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包含了微针滚轮 精华液和使用教程 就在这一个小小的套装内 如果你对我的这个产品有任何疑问 我现在可以很有信心地回答你们的每一个问题 现在我要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产品 因为最大的问题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害怕 这一个个小针孔扎到皮肤上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微针只会让你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 我先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个Banish Kit套装里面有些什么 首先这个小化妆包 你可以将你的化妆品和护肤品放在这个小袋子内 再来就是一本小册子 里面有使用教程 可以教会你如何使用我们这一组套装 这个疗法并不像你想象的这么可怕 如果你知道了它的原理 那你一定会非常想来尝试我们这一个产品 这是一个小的容器 用来清理你的微针滚轮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微针滚轮 我们现在这边滚轮一共有两个尺寸 一个是0.5毫米 另外一个是0.25毫米的微针滚轮 如果你刚开始使用我们的微针滚轮 我建议你使用0.25毫米型的微针滚轮 因为微针越长相对的它带来的疼痛感也就越多 我不想欺骗大家说这个疗法一点都不会感到疼痛 但是只是小小的刺痛感相信你可以忍受 所以你可以先开始使用0.25毫米的微针滚轮 如果你想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你可以再选择使用0.5毫米的微针滚轮 还有一瓶维他命C加E的精华液 这瓶精华液和现在网络上销售的一个叫SkinCutical的牌子 其实是一样的成分 那里面呢有维他命C能够帮助提亮肤色 然后维他命E呢能够滋润和平肌肤上的疤痕 酸性成分能够稳定有效的成分 使精华液的效果更持久 当你使用完精华液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将它放入冰箱或者是远离光线的地方 如果精华液变成了黄色 我之前有买过一百多刀的精华液 然后它在两周之后就变成黄色了 那就只能扔掉 因为这就说明精华液里面的维他命C被氧化了 再涂到脸上也不会有太多的效果 所以呢最好是将这支精华液放在冰箱内保存 当你在使用这支精华液时 你可能会有小小的刺痛感 那这是正常的现象 因为它含有酸性的成分 我建议你在使用之前先测试一下 确保你对我们的产品不会过敏 这个套装的现在的售价是69美元 那相对于你一个个分开的买 这个套装组合一定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产品 美容医师十分清楚这个微粘滚轮方面疗法的有效性 它帮助了我开发这个产品 我希望这个产品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解决痘疤痘痘的问题 接下来我要介绍如何使用这个套装 你需要一瓶酒精 这个在各大超市都可以买到 然后将酒精倒入容器 将微粘滚轮放入器皿内消毒15到20分钟 医生建议微粘滚轮每月用8到10次 然后进行更换 这就好像你使用的隐形眼镜盒 每个月应进行更换 更换的原因就在于 你在使用微粘滚轮之后 微粘会慢慢开始变顿 这就可能伤害到你的肌肤 产生疤痕 虽然几率不是百分百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的危险性 所以保持微粘滚轮的清洁 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还有当你多次使用微粘滚轮之后 虽然你记得定时的清洁它 但是微粘上和滚轮上还是会产生一定的细菌 因此我提醒大家 一定要记得更换你的微粘滚轮 15到30分钟之后 我会将它再放入废水中浸泡 确保在使用时不会因为微粘的问题 使皮肤受到感染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一个杯子 然后里面放满了废水 然后我将我的微粘放在水中浸泡 清洁完之后 将微粘再放在刚才的酒精器皿上晾干 就像这样 我刚刚卸了妆 然后用洗面来洗了脸 所以我现在脸上十分干净 我建议大家使用完微粘治疗之后 不要马上用化妆品 不然容易长痘痘 这一个小小的微粘是如何作用在你的脸上 并且改善你的痘疤痘印的呢 实际上微粘还可以改善你脸上的皱纹 雀斑 让肌肤细胞再生 重回年轻状态 其实这个微粘疗法的原理 就是它在你脸上会打开一个个极其极其微小的洞 当你的脸上有许许多多微小微小的洞之后 你的身体组织会条件反射地认为你脸上受了伤 但是这些极其微小的洞 你的肉眼几乎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这时呢 你体内的胶原蛋白军队就会出动 重新生成新的胶原蛋白 而胶原蛋白的生成会促进你的肌肤再生长 把脸上之前的痘疤痘印重新修复 你可以像这样将微粘滚轮在你的脸上滑动 大概六个来回左右 它会在你的脸上打出成百上千个小孔 这会刺激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的生长 当你配合Banish精华液一起使用时 这会起到更显著的效果 因为维生素C和维生素E会进入你的皮肤 而维他命C能够提亮肌肤的颜色 淡化色斑和豆瓣豆瓣 这时精华液只包含主要的一些成分 不含有任何添加剂 当我在和化妆品生产商合作时 我明确地指出 我的产品里不能有任何的其他添加成分 我希望这是一个春天然的产品 现在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首先确保你的手干净清洁 所以在用之前先把你的手洗干净 然后将微针滚轮在你的脸上慢慢轻轻地滚动 像这样 非常简单 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滚动 你可以上下滚动 也可以像这样左右滚动 你也可以像这样斜的滚动也行 我现在使用的微针滚轮是0.5毫米的 我已经没有感觉非常疼痛 因为我已经使用这个产品有一段时间了 但如果你是刚刚开始使用的 我建议你从0.25毫米开始 用一段时间之后再根据需要选择0.5毫米 现在市面上的微针滚轮 其实型号从0.2到3毫米的都有 但是我们的产品就选择大家最经常用的两种型号 0.2和0.5毫米 如果你使用微针滚轮时觉得太疼痛 你可以用冰袋先敷脸 它可以起到麻醉的作用 这样在你使用冰袋之后 再使用微针滚轮时就不会感觉那么疼痛了 用微针滚轮时你可以将你的脸补起来 这样做微针能更好的作用你的脸部 会有一点疼 现在我已经做完微针滚轮治疗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脸上有一点点红 现在我要使用这支维他命精华液 你可以看到这支精华液很透明 这说明它的精华液很好 所以一定要放冰箱或者是阴凉处保存 这个产品里有很多滋养成分 能滋润你的肌肤 将精华液液于脸上 你会感觉有一点点粘稠感 轻轻涂抹拍打 让它更好地渗入肌肤 我之前尝试过其他配方 有的过于水 所以很容易流下来 不容易附着在肌肤上 这个精华液会有一种很滋润的感觉 就像我说的它有很多滋养成分 维他命C会带来一点点刺痛感 因为它是酸性的 因此我建议大家在使用之前 先做一下过敏测试 确保你不会对产品过敏 这个产品的保质期一般是两个月左右 只要它的颜色没有变成黄色 你都可以使用 如果你保存的够好 两个月之后它还是白色透明的 但因为这个产品没有别的添加剂成分 因此它还是比较容易被氧化 所以大家要好好保存 我建议大家每一周使用一到两次精华液 然后微针滚轮的话每隔一周使用一次 或者每一个月使用一次 关于如何购买我的这个Banish Kit组合套装 你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3-6点 BanishAcneScar.com 我们还有一个微针滚轮 它相对于作用于脸部的微针滚轮 尺寸更大一点 因为它是作用于腿部和腹部 用于减少脂肪团和妊娠纹 我希望大家能喜欢我这个产品 然后你对我的产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你可以问我关于这个产品的任何问题 我都会为你解答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新产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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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